- 每次跟你聊天都覺得大開眼界 - 毛色遁開 有一些就是我們自己的思路卡做的地方 就是跟你聊完以後就哦 make sense 我們其實就是要拿你講的話 拿來回那些很煩的留言而已 我猜得到啦 今天不談菁英嘛對不對 可以啊可以談菁英啊 不要啦 上次你們錄八角龍的時候我看好多人聘我 但是我那天在忙 很多人聘你 因為他們覺得你是菁英中的菁英啊 可是說老實話啦 我從來都不覺得我是菁英 我既然已經坐到這個位置 已經站在這個角色了 我就去做我該做的事情啊 可是這些該做的事情是不是菁英 不既然是菁英啊 今天你說在路邊賣滷肉飯的 我覺得他很菁英的 他賣的東西超好吃的 對啊 其實我們定義就是這樣而已啦 對啊我們就是說 就我也覺得我們運氣很好 所以站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菁英只是個中性的詞 每一個人他在他自己的行業 各行各業都有菁英啊 做到一個很高的一個能力 那是可能是他不同的一個環節 所加逐出來 所加持出來 導致出來的結果 那你說他是不是就代表了所有人 他沒有代表所有人 他只代表他自己啊 是啊 那你要不要效仿他 你要不要追隨他 那是你個人選擇自由啊 你也可以覺得我自己是菁英 你也可以覺得像網路的酸民一樣 我就在上面胡說八道 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酸這個酸那個 酸的很開心 那你覺得自己是菁英 那這樣也可以啊 客觀來說 當然一定有菁英跟庶民之分 因為不是所有人都當總統 不是所有人都當行政院長 當然 可是主觀來說 你是菁英或是庶民 是取決於你怎麼看待自己啊 對啊 是你要不要選擇 為自己發聲 為其他人發聲 去跟更多人去宣打 對的觀念 對的事情 這個是你的選擇啊 所以菁英跟庶民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 沒有必要把它想那麼重啊 嗯 好我們就收在這邊 哈哈哈哈 這是我一點潜見而已 好謝謝教授 掰掰 謝謝卡莉 謝謝Kanji的編導 掰掰 要注意安全喔 Delta variant在美國 真的 掰掰 掰掰